纽约时装周即将开跑 我们带您来看到2015春夏时装的最新款式 明年春夏预计会吹起回归自然之风 请看我们来自纽约的报道 我现在就站在纽约的林肯中心 明天呢纽约时装周就要开始了 2015年这春夏会有流行什么样的款式呢 还有明年流行的颜色会又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今年刚过去的春夏时装主打黑色冷色系的色调 流行中心的运动风格 但2015年的春夏时装风格将回归自然 所以我们开始做颜色的概念 然后它是一种的 它必须能够合起来 有没有什么能够抑制 不然它看起来是抑制 它看起来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最好的组织 是那些看起来很努力 就只能够合起来 像是自然的 明年流行色彩又是什么呢 根据Puclairs Paris流行趋势公司预测 2015年的春夏流行色彩 将以柔和自然的色系为主 星期四纽约时装周将有来自全球的61个品牌 超过300名时装设计师 要共同展示2015年的春夏时装 让全世界看见时尚的魅力 新唐人记者张碧珍宋生华 纽约采访报导